千萬千萬千萬不能去破壞它 不能撥絆 也不能抹粉 哈囉 雪莉藥師又來了 那在上一集呢 我們有提到說 在藥妝店可以買到的止痛藥類別 那買的時候呢 是不是又會疑惑說 為什麼有一些有加強錠 有些有塑效錠 有些有寫長效錠 那這些到底是真的有差 還是只是噱頭呢 我們都會在這一集跟大家一一做介紹哦 首先呢 第一個就是加強錠 那加強錠呢 它就是多加了一個咖啡因 那其實很多止痛藥啊 不止補拿疼 他們都會加入咖啡因來增強它的止痛效果 因為呢 除了咖啡因本身呢 它就有一點點止痛效果以外 它也可以延緩有效成分的被代謝 所以可以增強止痛藥作用的時間 可是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本身是對咖啡因太敏感的人 平常沒有在喝咖啡 那你就不要用加強錠了 不然你有可能就是吃了會心悸 反而更不舒服 那也要建議加強錠不要晚上吃哦 因為它畢竟有咖啡因嘛 那你有可能吃了就會睡不著 那成人每日咖啡因的攝取量建議在300毫克以下 300毫克是什麼概念呢 像超商大杯的冰美式 一杯差不多是有咖啡因270毫克 你普拿疼止痛藥來舉例的話 它一顆普拿疼加強錠就有含65毫克的咖啡因 大家數學都不錯哦 自己算一下注意一下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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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可不可以就是買普拿疼再買咖啡就可以了 買一般普拿疼然後自己再買咖啡喝嗎 對 你好像很聰明哦 理論上聽起來好像是OK 不就是普拿疼加咖啡因嗎 但實際上呢 你一杯咖啡裡面除了咖啡因以外 它會有其他成分去影響藥物在體內的酸鹼值 然後也因此會影響它的吸收 所以我還是不建議大家自己買普拿疼 然後加咖啡喝啦 吃藥記得還是一定要配溫開水哦 一定愛配溫溫開 好那我們來看下一個 塑膠錠 塑膠錠為什麼可以塑膠呢 那簡單來說 塑膠錠它就是多加了碳酸氫鈉 沒錯這個碳酸氫鈉就是我們平常烘焙用的那個小蘇打粉 但是食品級的跟藥品級的純度還是有差啦 所以不要自作聰明自己拿小蘇打粉來加 原理簡單來說呢 就是碳酸氫鈉本身它是鹼性的 那普拿疼這類的藥物呢 它在鹼性的環境之下 它的崩散溶解的速度會比較快 所以它可以達到一個塑膠的效果 可是要特別注意的一點是 畢竟是碳酸氫鈉 所以它會有一個鈉 帶普拿疼的塑膠錠來舉例的話 它一顆塑膠錠就有含173毫克的鈉 所以如果你是低鈉飲食的人就要小心了 最後一個 長效錠 那長效錠呢 為什麼會長效 其實分了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它藥物本身成分就是比較長效的 身體會花比較久的時間去代謝這個藥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現在要講的 但大部分止痛藥如果它是有長效功能的話 都是因為它做了緩視劑型去包覆它的藥物 好 什麼是緩視劑型呢 首先我們先解釋劑型 大家可以把劑型想像成是一艘船 那裡面就載了很多的客人 就是藥物本人好 那它就是走走走到了目的地以後 它就會一口氣 啪 啊 就是一次全部釋放出來 呃啊 緩視劑型就是它這一艘船啊 它到了目的地以後 它不會一口氣 啪 沒了 它會一顆一顆 一定時間就丟下去 過了一段時間 再丟下去 過了一段時間 再丟下去 會慢慢一點一點的把藥物釋放出來 所以通常呢緩視劑型它的雞蛋也會做得比較大 那它就可以作用時間就比較久 然後它可以丟人丟得比較久 所以緩視劑型最大的好處呢 就是它可以減少吃藥次數就比較方便 也因此這種緩視劑型啊它的藥通常都會比較貴 畢竟它就是經過特殊設計嘛 羊毛珠在羊身上 所以它並不是要騙大家的錢 可是要注意的一點是呢 其實不只是止痛藥 有很多的藥物它都會做成這種緩視劑型 那只要一旦你是看到它上面是寫緩視劑型啊 你都要記得 它千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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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去破壞它 它不能剝半 也不能抹粉 吃的時候也不能咬碎 不然的話它這個緩視劑型就沒有用囉 今天的介紹呢 差不多就到這邊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想問的啊 或是有想要看的主題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喔 好 最後呢 我想要跟大家推薦一個臉書粉專 就是這個 聰明用藥一點通 那裡面有很多淺顯易懂又實用的衛教知識 那學會的話呢 不只可以照顧自己 也可以為家人朋友的健康把關 那今天有冷笑話嗎 今天喔 今天 好像沒有準備耶 但是啊 最近有很多人就跟我說 欸那個戴姿琳他打羽球那個節奏感真的很好 然後我就很好奇我就可以去看一下 我就覺得哇他節奏感真的是很好耶 他每一球都有打在拍子上 好喔 那大家記得要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開啟音樂 掰掰 所以說還是要 好 Iceland